嘿喲 聊世紀 天天無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蒙古人對上馬扎爾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霸拉維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12點鐘方向的蒙古人Hera 蒙古人的特色是他的吃野生動物速度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而且馬攻的射擊速度也是最快的 而且他的漏馬跟草原騎兵還有額外的血量加成 到城堡是在開始的 蒙古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騎兵路線跟馬攻 他的槍兵路線只有重裝長槍兵沒有大槍兵 但是如果你在城堡時代想打蒙古突起的話 是敬意你出個槍兵做個前排防守會比較好 搭配蒙古突起的話這樣的防守跟進攻會比較適合一點 接下來看一下馬扎爾人 馬扎爾人的特色是打法比較偏向騎兵路線 尤俠是全滿的而且他有免費的古封爐 一攻二攻三攻都是隨著時代送給你 那馬扎爾人最大問題就是沒有任何經濟加成 但是他的軍事非常強 他有反驅攻的關係所以馬攻的射程可以加一 還有這個傷害也加一 所以他後期的馬攻的射程是最遠的 那重裝馬跟傷害也是最高的 但是這個傷害也是跟蒙古突起一樣而已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目前看到馬扎爾人這邊黃金在上面 右邊的話有一塊黃金 黃金的位置都還算可以 不會到太差 還有一個在後面 而且我直接在後面 這個很舒服 那問題就是墓區了 這個墓區是有點尷尬的 很難尾啊 那右邊這個地方的話 要尾起來的話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Hera這裡 Hera這邊黃金也是 都是ok的 黃金位置都是比較偏後方一點 沒問題沒問題 這個基因都看起來能手 那果子的部分Hera是比較糟糕一點的 在靠近對手的位置 而且比較難尾 沒有果子 沒有樹可以尾 那兩邊都是木頭的問題 Hera這邊木頭也是在後方 另一個在左邊 這個有點考驗玩家的防守能力了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風箭時代兩邊怎麼打吧 那沒意外的話 Hera可能會打個16-17p的 極速落馬嗎 欸 欸 沒提升 時代 17p 剛剛好像多按了一吋是不是 好好像是喔 因為蒙古人的升級喔 我記得最快可以是16p吧 16p升風箭時代 極速落馬 來了 那瑪扎爾這邊 在風箭時代打落馬 有一攻的優勢喔 所以呢 所以呢 很適合 出落馬打架 還有槍兵 在槍兵時候呢 這個多一攻的傷害喔 打村民啊 或是打這個 馬的時候 傷害又更猛了 所以在槍兵對手的情況下也會有優勢 喔 結果Hera不打工兵 可能覺得瑪扎爾人這邊免費的義工太強 決定避戰 不敢打馬 反而是打工兵 這裡金塊快挖了 工兵開局 被偵查到了 那瑪扎爾人他的落馬 又有折扣架格喔 這個架格有折扣前期出落馬 又非常爽 哇靠這個槍兵 直接攔截成功 Hera 被堵到了 Hera這邊加很難尾阿 真的很難尾 但沒有想到Hera會這樣子尾阿 好 地圖再怎麼難受 該圍加還是得圍 圍得越少 我防守就越輕鬆對吧 好這一村 躲到裡面 想抓 抓不到 想衝進去嗎 哇 Hat兩隻的肉馬 直接被戳到剩一隻 工兵直接射掉槍兵 喔 硬抓 最後還是抓掉了 大意了 大意了 Hera真的是大意了 這一村被打下了 不過他剛剛也是故意有 想要引誘他 進來抓這一村 沒想到還是抓到 好 沒意外的話 兩邊準備要來生城堡賽 大概 Hat這邊應該是有點困難 那走工兵路線的Hera 現在肉已經開始慢慢的穩定上去了 工兵路線升級 填寶時代會比較快一點 冤不吃肉 好 好 那Hat 由於損失了所有的肉馬 所以這邊 勢必需要再按更多的肉馬去防守家裡 但是Hera現在呢 他沒有槍兵在身旁保護的關係 所以他也不太敢隨意露頭 這只要一露頭 這五隻工兵就沒了 所以要露頭的話 一定要帶槍兵一起走 好這裡決定還是回家 跟槍兵會合 走過來 好 城堡時代點下 都要升時代了 這個槍兵在家裡防守 就差不多 喔 這邊要硬打嗎 不是吧 這邊硬打的話 但是要被關本獸囉 關廁所關廁所 欸欸欸 Hera失誤 白癡啦 這邊一開始圍這裡就好 還想圍這裡貪心 哎呀 瑪扎爾人 Hot 救到了 救到了 本來應該是要死4匹馬的 現在4匹馬活了下來 OK 那現在 Hera 不是有點大了 這個馬又被射掉幾隻 實在上領先了40秒左右 好 剩下兩匹馬應該是沒問題了 好 工兵 可以要再按嗎 還是別按了 直接轉馬功 轉馬功 OK 補馬就了 那這裡奴兵可能不會升級了 二級射點下去 稍微干擾一下墓區 獨打馬功路線 好 先走馬功 然後再走騎士 好 Hera這裡並沒有挖石頭 所以城堡時代一上去 並不能打這個蒙古土騎了 好 結果毛兵出來 直接攔截 Hera 被 被埋伏給擊殺掉了 剩下一隻 奴 呃工兵 呵呵 這個埋伏有點陰險 好騎士馬功一進來 就是想要抓村民 這樣應該可以抓到一隻 可以村拿下 還在追 還在追 哇這有點麻煩 還在打 還在打 OK 村民把費 城鎮中心 才敲到50%左右 還在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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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還好 沒有一攻 要砍五刀 好 好騎士再過來 好 跟蹤技術 點殺了 八字馬功 又抓了一村 好 再不破 再走出來 點一下 點一下 好再點一下 拉走 那現在這個情況 那HERA是比較難受一點的地方是 他現在要轉型的話 可能 噴經濟的話 又不是很順暢 因為馬功是讓維持起來 而且還要點這些經濟科技 所以如果現在補工程器製造所 經濟其實會有點差 但是不點的話 這個炸毛兵又解決不了 反正自己出馬功 會被壓制住 騎士直接溜進來 馬功趕快追 好趕快追 圍一下圍一下 這個圍 有點有料 好直接把這邊給補起來 三個木門 好這邊再往女追我跑了 好這裡貼上 沒有跟蹤技術 馬功追得上來 還好這裡有彈道學 稍微V陣走 閃掉一下 好有跟蹤技術了 應該是追不到了 哎呦戰毛兵來了 好打一下打一下 後面的馬功攔截 殘血的馬 收掉一隻 頭車來了 好現在HERA的經濟呢 是只有56村 這以上59村 TART已經順利開出了3TC了 兩邊到城堡時代都沒有經濟達成 那蒙古人最虛弱的時候 也是城堡時代 所以HERA還要怎麼活過城堡時代 就是 一個考驗啦 呃 點掉 村民 哎呦要抓掉一隻 呃有點 血虧啦 好 這一波 現在可以夾得住 投資車成功砸掉了馬舊 摩登西製造所 後面補一個 趕快防守 這裡補了一些射箭場 但這個射箭場 不在前面 哎呦被丟進來了 這一波 HERA的村民 把費 想看誰 就看誰 這一波衝進來 HERA應該炸了 難受了 好 騎士出來擋一下 OK 把戰狼兵全部砍倒 弱馬也全部死光 但是HERA的村民數掉了有點多 56對72 HERA這一波衝得非常好 但是 家裡怎麼守住 問題回到自己身上了 呃 現在的地圖上 看起來 他是沒有石頭可以 來防守的 現在手在外圍 另外一塊複石也在外圍 雖然這一波衝進去 賺了一些很爽 但是正面呢 四台同時車 還是只能跟他對丟 拖一下時間了 炸一發 炸掉一台 拿走 再炸 預判 哎呦沒有預判 直接炸掉 好 這裡拉致村民過來修理 欸!村民 剛剛這一村應該是想要拿來 修理 結果 手在扮動 好 好 等一下手推車點一下 手推車 有了 哇 HART在這種 扛頭磁車的進攻的時候 居然還點經濟科技啊 算是很大膽的行為啊 因為通常 人家在全力猛攻的時候 還在按經濟科技喔 這意味著自己很有自信喔 鎖得住喔 不去按騎士喔 我幹這裡有個洞啊 HART 哇 HART這一波要被反殺了嗎 剛剛抓村民抓得很爽 現在有點難受了 戰毛兵 對於這些騎士 毫無抵抗之力 沒有修道院 沒有僧侶 這些騎士 可以自由發揮 好 頭車出來 炸一發 好 再炸個一下沒炸到 頭車回頭 炸了一發 炸了藤真中心 後面的馬功開始繞 HART這一波 要炸裂了 哇 頭手推車真的被懲罰了嗎 要是這些手推車的資源拿來噴嘛 是不是就會稍微好過一點 只是稍微好過 還是對著打馬功 可能都會比較好 但是現在打馬功可能會有點太慢 太慢了 現在要防守起來有點困難 好 蒙古人點下了彈道學 頭死車 出來 OK 終於拿下第四台 頭死車 Ara在這一波進攻中 已經獲得了非常多的優勢 所以現在不太擔心 在城堡時代死掉了 蒙古人應該是有機會活到帝王時代 現在3TC開農起來 哈城現在有手推車 經濟優勢非常好 雖然剛剛被弄了一波 但支援量還是暫時領先 但是再繼續打下去就不好說了 頭死車直接被打掉 還好我死前也換掉對方頭死車 等一下的品種 原來沒點品種啊 哈特 哈特趕快走馬功 至少現在3個事件場趕快轉型 現在走馬功其實很適合 好 那現在馬渣人團隊加成 對於走馬功路線的優勢還不錯 那這個製造加速的 效果 好在地馬功繼續追 好 逼退一下 現在蒙古人 在這個時間點 在這個時間點 壓制力 好像有點強欸 好奇怪 這裡馬功數量23隻 好衝進來了嗎 雷波直接硬砍 馬功來不及轉型 有點難打贏 現在轉馬功的話 沒有戰毛兵的屬性優勢 但是 要堆量的話 現在能堆得起來嗎 好這列馬功先撤退 PC還在輸出 OK抓掉了剩下幾匹馬 好又撐到後方了 好這次有一攻 砍抽命只需要4刀 好前方肉馬又溜了進來 好一直溜一直爽 好哈特這邊勉強點下來二攻 二防 二攻是免費送的 二防 好現在投石車 兩個又來了 還是來補個投石車 出來砸個一發 換一台投石車 OK如果能再換一台的話就很好喔 但是沒有辦法 直接被村民卡住了去路 現在投石車給的壓力非常大 馬功上來點了幾下 結果被後面的馬功點到頭破血流 在後面上來點了幾下 但是被騎士砍到頭破血流 不管什麼東西上去 都是被打到頭破血流 天啊哈特這邊很難受 馬功的量 這就能堆起來嗎 這時候轉型 真的是有點太晚了 但是不轉又不行 因為沒有黃金兵在後面支撐 他後面的主力 往往是扛不住這種攻勢的喔 好騎士出來 稍微砍個一波 拉個騎士處 後面直接輸出投石車 投石車 偷偷砸馬功 砸掉兩匹馬功 這一波交戰 哈特有點劣勢 好TC也只有五個人在射箭 傷害並不是那麼的高 好現在哈特的經濟已經 領先了 欸 靠 我發現這不是哈特阿 這個是肥龍阿 把這個CA最近Bug 有點多阿 明明 只看這個RP 為什麼還是顯示哈特呢 靠 因為這是肥龍阿 OK 肥龍 這裡 有點尷尬 好 雖然經濟上現在是贏的 但是馬功 蒙古人的數量有點多 甚至拇指環也有了 好 那現在 投石車 又繼續產兩台出來 想要繼續給壓力 那這一波應該是要給壓力之後 點帝王時代了 好 肥龍這一波 可能會有點炸裂 這一切 村民出來伐木 結果被抓了個正著 肥龍 大意了 好 下面墓須 好好挖布好嗎 裡面的安全墓須 這裡其實也有一片 好 但是現在肥龍炸了一團亂 這一波強攻 快要扛不住了嗎 好 投石車 不往這邊走 這樣待會 肥龍的投石車一出來 就已經會砸到 唉唷 這邊槍兵 擅自直接倒地 這裡五隻 六隻騎士 換他殺了 HERA家了 HERA家了 但是有木門 可以守住更裡面的地方 馬上走吧 這裡有很多村民 好 這個這裡嘛 沒有空好 送了一波 應該是去抓同石車 並不是沒有空好 這個應該是故意去抓的 好 那現在地龍時代 點下 拇指環 還有30秒 看我們都點下拇指環了 好 現在有時間 可以讓HART重新 是HART 看上面一直寫是HART 真的是喔 呵 好 重新補下 這個馬功的數量喔 只要這裡馬功能承襲 我就死拿久穩了喔 好走上來 好看個幾刀 這是水溫 上面呢 嘿 抓到了 上面一些村民 但是這邊呢 你的馬功出門了 肥龍 但是後面家裡呢 哇 肥龍 現在 不太好打 馬功太多了 這邊要點帝王 有點困難 城堡打帝王有機會嗎 哇 自己來蓋寶 欸 不對吧 這個臭屏是怎樣 去後面伐木 吐了 哇靠 被抓爛 臭屏掉很快 馬功射很快 怎麼辦 哇靠 這裡是至少死了石村吧 哇哇哇哇哇哇哇 這裡再來壓寶 肥龍有機會嗎 我怎麼覺得已經大死已去了 好 肥龍打出了GG 我們恭喜 HART拿下比賽的勝利 因為這一波這邊沒有東西可以扛 這裡藍牙寶石都被控住 HART這邊會不會直接長驅直入 巨型頭石一直拆一直拆一直拆 毫無招架之力啊 那 他這一坨馬功過來 家裡的兵應該也能守得住啊 雖然 有點數量 但也只有13隻 也不是20幾隻這種數量 稍微弩炮出來 或者是騎士稍微夾一下 應該是能夾得住的啊 整體來說 HERA 蒙古我打的是特別兇啊 這個頭車漏馬 還有騎士馬功 什麼都出 特別的猛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就是由肥龍拿下食物 跟木材的勝利 黃金跟石頭 是由HERA贏下了一些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下訂閱 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